台南市副议长林秉丽18日市政总质询时,要求市府全面补助全市65岁以上老人健保费,以减轻年长者及照顾者的经济压力。 不过,市府社会局回应说,全市65岁以上老人有286,947人,每月每人健保费以749元推估, 费估一年补助经费近25亿元,将严重排挤其他涉负措施。林秉丽提书面质询指出,台中市原有的老人健保补助,在前市长林嘉龙任内被取消, 但新任市长卢秀燕一上任立刻提出追加13亿元预算,将于下半年恢复补助。 林秉丽认为,根据市府统计,台南市65岁以上未满70岁的中低收入老年人口共11,475人, 补助条件与台北、新北及高雄市相同,立即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,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勤领资格老人, 但相关政策在六都中并未特别优惠,因此要求市府全面补助65岁以上老人健保费, 减轻年长者及照顾者的经济压力。 林秉丽还说,现市合并后,市府一直标榜台南是个适合生活的幸福城市, 但在老人、生长、生育补助等许多社会照顾上却琢磨不深, 显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尤其台南市的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升高, 正是老人福利与照顾问题,更显刻不容缓, 相对市府在调涨房屋税、地价税时的强大意志, 希望市府将决心与行动立放在社会照顾上, 做出真正让市民幸福的有感政策。 对此,市府社会局回应表示, 目前全市65岁以上老人有286,947人, 每月每人健保费以749元推估, 推估一年补助经费近25亿元, 庞大支出将严重排挤其他社负措施, 社会局还强调, 为时有限资源能更有效运用并发挥最大效能, 台南市优先补助经济弱势的低, 中低收入老人及6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健保费, 2月有34,000多人受益, 至于一般户老人健保费补助, 运由中央统一办理, 或待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通过, 本市财政改善后, 赛行研议, 忠实来自布洛克阿兹会,